你看看马英九总统 这民调已经是非常低了 而且国内有很多事物 他似乎都还没处理好 还有这个连战到大陆 竟然要去看阅兵 现在叫做多事之秋 不过你看到 现在世界似乎又多一桩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 马英九总统的女婿 我们一般说 她是驸马爷蔡佩然 她来到台湾 其实台湾的观众 对她已经是非常陌生了 因为婚礼好像也没在台湾举行 而且她的脸孔 可能走在路上 大家也不是很认得 但是她跟她的大女儿 马维中婚后都一直住在香港 这次回到台湾 悄悄地回到台湾 但是就被民众直击了 她在一个很豪华的 高级饭店里面跟人密会 那个对象到底是谁呢 寻常人也就算了 后来被人家爆料出来了 原来她密会的对象 竟然是香港的诈欺犯 我们的驸马 也为什么要跟香港诈欺犯见面呢 而且这个香港诈欺犯 还是赫赫有名大有来头 她在香港可是掌握了 800亿的资金 到底相见为哪装 今天我们就带你看看这个爆料 这次平面媒体的爆料指出 蔡佩然就在今年的5月份 5月21号 大概4点到7点钟的时候 她就在信义区的一个商务旅馆 就跟这个涉嫌诈欺 还有洗钱的香港大亨 她叫做黄玉坤 也有人叫她黄坤 因此两个人就坐在一起 密会 谈的是公事和私事 外界不得而知 但是这个人的身份本来就可以了 你来到台湾 而且你还是总统的女婿 身份 当然大家就会质疑 好 我们带你看看 就在信义区的商务 两个人开会 现场大概有男有女 一共四个人 而且全部都用广东话交谈 好 我们首先带你看看 蔡佩然 她现在在香港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她就是所谓的香港摩根大通 那是一个投资银行 最重要就是要投资外部事务 因此跟这个所谓的炸漆饭 是不是有业务上的往来 好 这个炸漆饭又是谁呢 根据了解 她是东方明珠石油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如果在香港 你输入代码的话 你还可以找到她上市的资料 但是最近这个老板被抓了 这个老板就是跟蔡佩然见面的 她叫做黄玉坤 她是东方明珠石油公司的主席 她本身也非常传奇 本来处师起家的 后来也做了投资事业 因此就发达 她最近扯上了一个官司 她成立了公司之后 她用公司的资产 在外面买油田 然后再把这个油田 卖回自己的公司 等于是买空卖空 中间又赚一手 又套利又得现 因此被香港警方给盯上了 还被廉政公署约谈 这么复杂的人 你要跟她见面 而且她还是炸漆饭 到底谈什么 这当然引发外界的关注 谢谢你们 谢谢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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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总统女婿蔡佩然 两年前和马维中结婚后 长居香港好低调 不过现在却被平面媒体爆料 赴马爷现身台北市信义区 见的人很敏感 周刊抖到标题 马英九女婿回台密会 涉嫌洗钱的香港富豪 被读者直击就在这一间 信义区的商旅 民众募集总统女婿蔡佩然 当时就是在这里的一楼霸台区 和香港富豪黄玉坤会面 平面媒体报道 5月21号下午4点钟 穿着蓝色格子衬衫 背对镜头的就是蔡佩然 坐在她旁边 头发发白的老先生大有来头 是香港有古坛大厨之称的 富豪黄玉坤 身价800亿新台币 2013年涉嫌诈骗洗黑钱 向法院申请来台就医 仔细看看 会议室里头总共有1234 至少4名人士开会 传出会议用广东话交谈 特别引人注目 那你是不是也有协助处理 这个总统家族的海外投资 这个也都没有交代嘛 所以他当然你接触谁 人家就会用放大镜来注意你啦 传出蔡佩然已经调回台湾服务 根据港媒报道 香港摩根公司 有投资黄玉坤的石油公司 这一次两人见面 是为了公事还是私事 也引发关注 黄玉坤方面表示不认识蔡佩然 相关单位没有回应 但总统女婿和涉嫌诈骗案的富豪会面 挑动敏感神经 三里新闻台北 正如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